嗨,大家好,EXI 8.0已经出来了一段时间了 有很多朋友也陆续升级到了最新的EXI 8.0的版本 大致上和7.0使用上没有什么区别 可以说基本零学习成本的湿滑升级到EXI 8.0 但是有一个算bug也不算bug的一个问题 就是大家在RDM止通以后 无法保存这个止通出来的RDM的硬盘 也就是你不能添加现有的硬盘 添加进去后虚拟机是无法给你保存的 这个问题就有点大了,非常的尴尬 当然如果你用的是我们的N5105 使用的是我们的VM虚拟整合包的话 可以用指令一键去止通SATA的控制器 就不需要用这个RDM止通硬盘了 但是有很多朋友用的不是这款机型 那么也没有用我们的VM虚拟整合包 那么通常使用止通的硬盘的方式 还是使用这个RDM去止通 由于EXI 8.0的机制改变 导致现在添加这个硬盘会有一点点的问题 难道只能等官方修复吗 那我们追星的朋友是一分钟也等不了的 那就趁着官方还没有修复这个问题之前 我就先提供一个解决的方法给大家 同样是保姆级的手把手的教程 那么图文教程也有 那么现在我们就来实际的操作 现在我就直接开始来演示 这个图文教程相对比较简单 因为这个操作也是非常简单的 但是大家如果只看这个图文教程可能看不懂 还是要我亲自演示给大家看一下 第一部分呢还是要按照以往的RDM直通的方式进行直通啊 之前已经出过非常详细的教程了 会看这个视频的朋友应该对RDM直通非常熟悉了 接下来我就直接来演示 现在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存储里面 两个硬盘 一个硬盘是M.2 NVMe的做系统盘 另外一个就是我接入的SATA的硬盘 这个呢我要做RDM直通的 现在呢我们登录到EXI的SH 然后进行直通命令的操作 第一个步骤呢还是按照原始的方式啊 把我们的这个SATA硬盘给RDM直通出来 这个直通的步骤我就不详细演示了 我这边就快速的演示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大家都应该懂了 直通好以后我们现在进入到存储里面 可以看到我们创建的VMDK的文件 这个文件呢就是我们的SATA硬盘RDM直通出来的 它的大小容量都是一样的 按照之前的版本操作完这一步 那我们就可以直通进去了 那编辑这个虚拟机 然后添加现有的硬盘 把我们直通好的RDM的硬盘添加进去 但是在8.0的话呢 它会存在一个问题 就是添加以后呢 大家可以看到容量不对 然后下面的路径也没有 并且呢你无法保存 那么第二步呢就是来解决保存的这个问题 首先呢我们需要把你要添加的这个虚拟机呢 取消注册 我这边是要添加到我的NAS的虚拟机 我就把我的NAS的虚拟机取消注册 然后呢找到存储里面 找到我们NAS虚拟机的文件 里面就可以找到这个虚拟机的配置文件 也就是VMX接尾的这个文件 我们把它下载到本地啊 下载完成后 你可以用编辑器啊 或者是文本文档啊 等等一系列的工具 去打开这个文件 打开这个文件里面呢 就是记录了这个虚拟机的所有的配置信息 我们只需要找到SATA0比0或者是SATA0比1啊 这么一个代码的地方 然后我们再把图文教程里面的这两串代码呢 给复制进去 那这两串代码呢 有一串代码是需要修改一下路径的啊 我们先把它复制进去 直接呢粘贴到下面的一行里面啊 粘贴完成以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这里呢显示的是SATA0比1 那我粘贴进去以后呢 我就改成SATA0比2 0比几呢 这个就是SATA的通道啊 也就相当于你有几个硬盘的意思 只要这个数值不重复就可以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粘贴进来的这串路径啊 要修改两个地方啊 第一个呢 是这个地方 那这个呢 是存储的名称啊 那我的存储的名称是这个 你的肯定不是这个 这个呢 你要根据你的来修改 那在哪里看呢 就是在存储这里 把这个名称复制进去替换一下啊 第二个地方就是刚才RDM直通硬盘的时候填的那个名称 那我填的是 newrdm.vmdk 这个名称是自定义的 每个人填的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里要替换为你刚才直通的那个名称 那么就是这两个简单的步骤操作完成后保存 然后呢 我们再把那个保存好的文件上传回来替换掉 替换完成后 我们所有的工作就完成了 现在我们再回到虚拟机 然后点击创建虚拟机 选择第三项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选择我们的NAS 然后找到里面的VMX的文件 然后把它给注册回来就行 那现在已经注册回来了 然后现在我们来右键编辑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呢 它的硬盘已经添加上了 就是我们刚才RDM直通的250G的那个硬盘 并且呢 它现在已经有路径了 那刚才我们设定的SATA的通道呢 是0比2 那这里你也可以现在手动改了 比如说你改成0比3 这个就根据你自己的喜好了 然后点击保存 现在也可以保存了 现在呢 我们就启动 然后进系统看一下 这样直通出来的硬盘有没有什么问题 用群晖的虚拟机来做演示比较直观 现在我们能进入到群晖的后台 然后呢 点它的这个存储管理 现在呢 我们先不创建 我们先来硬盘里面来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已经直通进来了 可以看到我250G的SATA硬盘了 那这个是通过RDM直通进来的 好 那现在呢 我们来创建一下存储 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 其实呢 到这一步呢 已经是完全没问题了 可以创建成功的 然后这里选择最大化 好 下一步完成 好的 那现在已经创建好了 没有什么问题啊 现在已经正常可以使用了 这个方法不仅限于RDM直通啊 只要你的EX8.0不能添加现有硬盘的 都可以按照这个方法来添加上 好了 那有没有解决你的这个燃眉之急呢 那我想这个方法呢 不仅仅只是我提供的这一种啊 可能还有很多种方法 这种方式呢 只是根据我个人的经验逻辑总结出来的 那么如果你们有更简洁 更高效的方法呢 也可以分享出来 好了 那么这期视频的话呢 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